hello hello what the are you guys doing i'm 王巴兰 大家好 喂 声音有了吧 声音有了吧 喂 hello everyone hello everyone make some fucking noise make some fucking noise 好 咱们开始啊 因为这个同学好都找不到地方 所以我们稍微延迟一下好吧 今天那个课因为 一些大家能够理解的原因呢 我们不能够把它公开的放到一个课程店 接下来去报名 你可以理解了 你可以理解了 老王都能理解 对吧 hidden the hidden glass off the record 所以今天呢 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个非常刺激的话题 其实是一个非常学术的话题 要很严肃 我们今天先说好 今天这个课 东西方彰化文明史浅谈 今天这个课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学术性的话题 ok academic 而且很严肃的 very serious very serious 实际上我跟老王今天我们 我们今天在咖啡厅谈了好久的时间 就是讲这个话题啊 就是东西方这个脏化文明这个过程 周围的人都不好意思了 是的 我们讲的周围都离开 离我们远远的 哈哈哈 但其实很很学术也很严肃 好吧 所以啊 今天大家一定要怀着一种求知的心态 而不是来娱乐的心态 来听这个课 听懂没有 一定要带着一种求知的心态 好吧 这是个严肃的心态 好不好 然后呢 16岁以下的同学 请自己 别走 哈哈哈 哎 我就不说了啊 你偷着看跟我没关系 好不好 照照你的妈 好 据说有一家人过来看的 哈哈哈 你也不会懂的 对啊 然后 呃 一会儿大家该做笔记做笔记 该朗读的要朗读 好吧 嗯 好 我们今天呢 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 呃 著名的王八蛋老师 王八蛋老师 今天过来跟我们来一起来讲讲这个话题 王八蛋老师长得像个外国人 其实是个中国人 是吧 他是个 中国人 他说他是一个蛋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叫王八蛋 哈哈 蛋 他为什么是一个蛋呢 他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他说的是这个蛋呢 比如说 包括那个比如说王八蛋 这个蛋呢 他的外面这个蛋清是白色的 但是呢 内心却是黄色的 对吧 他跟我们说一个 一个 一个华裔的人到美国去 会被人称作banana 对吧 香蕉人 他的外面是黄色 但是呢里面却是却是白色的 嗯 然后老王就 嗯 我们公司叫banana egg banana egg 对 香蕉和蛋的其他 他是香蕉和蛋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啊 王八蛋 他当时在取名的时候 他讲的是说 他是跟蛋一样 蛋清是白色的 蛋黄是黄色的 所以他尽管 长得像老外 但其实是个中国人 内心是个中国人 哈哈 只是像老外而已 就是假冒假装 假装的 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国 中国女朋友啊 哈哈 那我们今天就从他这个名字讲起 我们要讲一讲关于这个 脏话文明史的话题 为什么我们要把老王邀请过来呢 其实我们是要讲一讲东西方这个 比较的研究 任何一个脏话 我们为什么去讲脏话的dirty words 脏话 就dirty words dirty words curse words 或者curse words 或者swear words 英国人会说swear words 是吧 就是这些 为什么讲脏话呢 其实脏话是一个语言当中最稳定的部分 very stable changes very slowly 脏话 dirty words change very slowly they will have some rules that will continue for centuries like 比如说 比如说大家可能有些误解 认为脏话就是骂人的 他很浅薄 不是的 比如说像王八蛋 我们从这个名字说起 老王取名叫王八蛋 因为他是那个蛋清蛋黄嘛 但其实不是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它是中国古老的一个骂人的方式 叫望八端 什么叫做望八端呢 就是你把一个中国人一个儒家思想 忠信孝敌仁义理智 对吧 你把这八种基本的美德都给忘记了 就已经不是人了 听懂没有 他最早就是望八端 你下次跟我说 这个我就我就 一脸蒙蔽花 你回去查了没有 这个 有啊 忘八端 对吧 就是他是来自中国古代这个孔子的思想 就是儒家思想 因为父高 这暴露都是virtues yeah 忘了八端 对忘了八个基本的那个virtues 这个含义的 这个含义 所以啊 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们是想告诉大家一下 就是呃 脏话的文明 可能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一些地方 就挺好玩的 挺有意思的 ok let's begin the talk 还有一个点就是 嗯 科学研究表明就是 那些经常说脏话的人 其实他们的智商 是相当高的 yeah 有一个成正比 你的智商跟你的脏话 有个成正比 是成正比的 所以今天是一个智商教育 we're gonna increase your IQ your IQ today guys 哈哈哈哈 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 就是越是智商高的人呢 越是这种智商特别特别聪明的人呢 他有时候需要这种情绪的表达 对 是吧 you swear words 有一些东西就是普通的语言 表达不了 对 你看那个我记得 丘吉尔是特别会骂脏话的 嗯 丘吉尔 各种骂 丘吉尔 特别会骂脏话 他写太多了 特别多 然后我估计特朗普啊 川普应该是特别会骂脏话的 特朗普肯定会 肯定会 是吧 我觉得他也是挺 奥巴马都会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是吧 奥巴马也应该有啊 我觉得他应该会 他可能比较 偷偷的 他毕竟有点 他那个形象嘛 那么the first part 今天呢首先 我们要有这个环节 我们是一个逻辑性的课程 好吧 我们是一个很有逻辑的课程体系 首先part one 我们要来考虑的 我们来讲一讲的 就是关于中国东西方的这些脏话的现象 我们从现象入手 来聊一聊 有哪些骂人的话 是怎么骂的 他们到底是个啥意思 OK 希望老王说一说 你看 share with us some dirty words in English so many 希望这个被 没有被屏蔽了 we can let's see we can start with the word don't forget to chicken yeah are you gonna write it down 你要写下来吗 we can start with the word how about uh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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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r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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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当时古代英语的这个fuck so how did it over time over many many centuries over many many hundreds of years it slowly gained its meaning of you know the current meaning of to have relations with sexual relations with that intercourse 就是F这个词它就叫来历啊 最早的时候F这个词来自于德语的 它的本意就是用力的意思 我们如果记得这个f的这个逻辑对吧 这种速度感用力这个含义 然后后来才采生我们现在这个含义了 就是这个词的本意从来跟性这个逻辑是没有关系的 本身是没有关系的本身 这是后来才采生这个含义的 那么实际上这个词 actually I've seen a video saying that this word can be really flexible oh yeah oh yeah now it means anything Can you make us an example you can say your class is so fucking good okay let's shut it down you can say this is ice cream it tastes so fucking good your class is so so fucking good you can even say so effing good okay so so here it means very yeah so it's like a really good yeah so 好 所以呢这个词其实在它有很多用处的 在这句话里面这个fucking根本就不是说跟性有关 它在本质上讲就是非常very 在口语中很常见的对吧 we can also say i don't give a fuck i don't give a fuck i don't give a fuck okay this is really 我完全不在乎 我无所谓 frequently used yeah this is really common i don't give a fuck okay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在英文当中这句话也跟跟性无关 它指的是我聊都不聊你 我这中文叫我聊都不聊一下 对吧不聊你的这个意思 就是我根本就不在乎 我根本就不在乎 i don't give a fuck 我根本就不在乎 okay i don't give a damn i don't give a damn yeah you can say it's a little bit less right damn so damn is another good one yeah damn comes from uh latin 拉丁语 拉丁语的 yeah and it means uh to be sent to hell yeah down we're gonna damn you dame这个词就是down 就是下去 为什么是骂人的呢 dame这个作文不能用的 他说能不能作文作文这句话 作文的写作文的时候 不可以 这是quite oral right yeah 这个dame这个词来自于dame 往下 你看这两个词特别的像 看见没有 特别的像吧 往下 往下 下地狱嘛 dame就是你给我下地狱 是吧 就是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就是上和下 那很清楚的 对 haven就是上面 haven就是下 是吧 下面就不好了 yeah okay okay this is really good one 上天 go down to hell is gonna 下 下地狱 所以说 dame you 其实他的逻辑含义 就是说你给我下地狱 是吧 well god is uh what the place hell is the place that has been damned by god it's the place that god does not see so 上帝看不到这个地方 就叫hell ah so can we see that those dirty words have some power in this meaning the energy yeah oh yeah when you that's where it has i don't yeah i don't give a damn i don't give a fuck 非常有力量的 对的 对 就是你在说的时候 你要声音要提高的 your tone right 就是这种脏话 我们在说的时候 声音是很重的 对吧 是音很重的 yeah okay Da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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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give a fuck okay do you have other examples about the fuck fuck let's see uh well i could just say fuck fuck if we don't know if we don't know the answer uh 比如说我们在上课 然后在睡觉 然后老师他点名了 他说 诶王同学 你那个你知道答案吗 我说 fuck oh fuck i forgot 对该死了 oh like you're really you're not happy at that moment you say fuck oh fuck oh fuck sometimes we even say fuck it yeah fuck it yeah fuck it whatever 算了无所谓了 whatever 随便了 爱打地打地 对吧 fuck it 所以这个脏话的实用是非常灵活的跟你说 他能表达各种意思的 还有比如说你的车坏了 my car is fucked up yeah yeah i'm so i i got so fucked up fucked up 对吧 也可以表达 我昨天喝烂喝醉 i got so fucked up last night 你一定不能翻译成 我昨天晚上被被人被一个人给 给 up 上天了 是这个意思 you got fucked by the alcohol maybe 比如你喝多久了呀 都完蛋了 你这晚上过得很糟糕啊 or if you got in a fight you could also get yeah yeah you fucked him up especially when you are playing games yeah 玩游戏的时候 i got fucked up 玩游戏 玩撸啊撸的时候 诶 输了 对吧 王者农药 输了 got fucked up fucked up i got fucked up 还有一句话是 我跟我们中文特别的像的 就是 why don't you go and fuck yourself ok 这个你不能去 不能去直接理解的 啊 你是让我去那什么自己害一把吗 不是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go and fuck yourself just like uh get out get out 就是滚的意思 对吧 就是滚的意思 yeah 是吧 go fuck yourself 好好听啊 fuck out 他有人在问 fuck out 是什么意思 fuck out get the you could say get the fuck out but we never say fuck ou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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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out 没有fuck out only get the fuck out 只有get the fuck out 就是滚蛋 就是get out 我们家里一个中间家里一个fuck get the fuck out 就是他为了强调一下 对对对 就是强调 get out it's okay but get the fuck out is much better which means you are really angry you really fucking got pissed off yeah you're really fucking angry fuck off 也是滚蛋 也是滚蛋啊 fuck off 也是滚蛋啊 off 我们讲过借次离开 对吧 走了吗 okay this is a very good one oh Jackie学坏了 Jackie学坏了 哈哈哈 还有 我跟你说 助教在有到工作一年之后 这一辈子都无法摆脱 他的这一年够的阴影跟你讲 Jackie 是不是的 哈哈哈 Jackie 哈哈哈 Jackie很可爱的 yeah are there examples of a fuck or other words let's say there's so many um how about there's also the word the uh bitch bitch is pretty bitch yeah very common right because you but people don't know bitch 原来他不是 这个 这个 鼻子 这个鼻齿 这个意思 鼻齿 哈哈哈 他最早的意思 其实是母狗 母狗 female dog oh really yeah and um from what i've researched 我的研究说 就是从这个母狗 it gets fucked right right so you're 我们最早的意思 就是you are my bitch you are my bitch so it's actually a good word no it's not goo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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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i say you are my bitch it means like 你是我的 ğim 减人 就是你的哦 我是主人 对上 温 accomplishment 你是 Ask 主人 对阿 如果他是我的 我控制你 你知道 神 你 你 我的 像是女性的交友在寨室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很強的男人 然後你有一個男人在寨室 然後你沒有女兒 OK 你就是我的屁股 所以說的是屁股 我們來講一些東西 你經常使用在寨室 是女性 是女性 所以是女性 如果你是在寨室 就沒有女性 所以有時候 你想要有交友 那怎麼做呢 你會變成女性 你會找一個屁股 我們會說 我會找一個屁股 別看我這樣 別看我 別看我 對 找一個屁股 可以你告訴我們 或者改變的 Gay 它原來其實不是同性戀的意思 它最早是 歡樂 開心歡樂的意思 就是開心的意思 是個形容詞還是名詞 就是 it was very gay 這個形容詞 很開心的 很開心 Our gay time 我們的歡樂的時光 OK 這個詞最早根本就不是同性戀的意思 那後來為什麼變成同性戀了呢 那我從我的研究 我應該是說 它也是在監獄裡面 就是這種同性戀的環境裡面 它有一個叫 Gay Cat 就是一個 一些歡樂的貓 Gay Cat Gay Cat就是這個 Bitch Gay Cat就是一個 也不是 是一個年輕的男孩 跟一個年紀更大的一個 一個 就是男人 對 那個小的就是他的 Gay Cat OK 所以 Lots of Homophobia Lots of Homosexuality Lots of Homosexuality Lots of Homosexuality 所以這個詞最早就是 後來那個Cat就沒了 就留下本Gay 很Gay了 但這個其實也不算髒話 就是告訴大家是怎麼來的 其實它 對 它不是髒話 其實不算是髒話的 我們有個跟那個Gay有關的 叫做Faggot Faggot This is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word 激老 這個是激老 是這麼寫的嗎 對 它最早就是Faggot 但這個詞 激老 還有意思 它就是 這是罵人的 Yeah if you say Hey faggot Hey you're faggot It's very very bad So do not say that You will be attacked You will be 你會被打的 Faggot 它最早就是 它什麼意思呢 它是 就是 樹枝 a branch like a stick like a stick 一些棍子 樹枝 綁在一起 這個叫做Faggot 然後這個也是拉丁語 And why did it become Why did it become Gay Because it's a bunch of men put together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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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樹枝的集合 就是把一些樹枝 樹棍子啊 把它捆在一塊 成一樹棍子 各位能理解嗎 然後呢 這個就 後來變成了這個激老的代表 為什麼呢 因為激老就是一群男人捆在一塊 用棍子代表男人 各位同學能理解嗎 是吧 就是一幫樹棍子捆到一塊 就變成一群激老 It's true Fag 其實後來變成 被那個 Gay community 接受了 那現在說Fag 是OK的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同性戀 你可以說I'm a fag 但是你不能說I'm a faggot 對 這樣Faggot 還是非常便宜的 然後其實女同性戀也可以用Gay來表示 是吧 Yeah or Gay or Lesbian Lesbian 比較常用一些 更準的 Lesbian 就雷斯編是吧 Yeah 雷斯編 OK Is that way? Yeah And that's not really 這個不算髒話 Gay跟Lesbian 其實已經是正常在行為 其實很多的髒話智會用於生活當中去了 它就越來越弱化了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就中文的 中文你看 比如說人人都會用髒話 它會被弱化一些 中文有這個特點 比如說我們中文說Faggot 就是那個操 現在叫做操 這個操其實是個姓 有人姓操你知道嗎 是個大姓的 有人就姓操的 姓奧 對的 就姓操的 所以不論取材名都很難聽的 是吧操小寶 是吧 操小偉 操婷婷什麼之類 什麼都很難聽的 然後中文這個操其實後來你看 現在在生活當中 它就會變得 這個詞跟那個Faggot一樣 也表示用力往裡頭推嘛 跟那個Faggot Faggot的德語詞 是一個意思的其實 都是一樣的 其實就是一樣的 那英文也會有弱化英文 比如說那個Faggot Faggot 它可能會 I used to read from newspaper they used this word the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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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 means fuck yeah the F bomb 還有這個F炸彈 F炸彈 F炸彈 在那個報紙當中 講這個詞會用F 這個用F字母來代替 the F 那個F詞 the F詞嘛 好 好 那麼 其實還有一種就是 英文它的現場就是 它可能會用Do這個字代表它 yeah 也可以的吧 just do it just do it Do me harder yeah 有一首歌是這麼來說的 是吧 就 Do me Do me harder 它就是這個Do 它是一個萬能詞了 其實它就代表了 我剛才說的那個Fuck那個詞的含義 所以說其實我們看過一個圖片 特別的搞笑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的微信公號當中 曾經展示過這個圖片 就是這個人 大家看微信應該見過 是吧 做文明有理的北京人 他翻譯就是 Do civilized the Beijing man 這個就是一個老外看這句話 會怎麼想 你會怎麼講 我覺得北京住的一群雞老 一群雞老 是吧 Come on Do me Do me harder 是吧 做文明的北京人 This should be B A B 應該應該是用B才對 是吧 B 是否了北京人 是吧 所以 所以這個 你要是不懂這個邏輯 就出這種錯誤 特別的可怕 特別的可怕的 OK還有 好這是那個 王八蛋老師跟大家講一講 這個英文的這些章話 就是 我說幾個中文的章話 其實挺有意思的 我個人我研究了好多地方方言的章話 各種不同的說法 比如我們既然剛說到北京 其實 中國很多地方的方言有一個共同特徵 就是 說對方並不是正統的 什麼叫正統你知道嗎 就是 並不是怎麼說呢 這個Bastard 對Bastard 類似於這個詞 Illegi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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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Bastard也是這個意思 在中文的各種各地的方言當中 是經常會罵這種 就是你是個Bastard 有哪些呢 我們看幾個例子啊 比如說北京話 北京話叫鴨婷的 嗯 或者叫鴨的 就是你鴨 你鴨 聽說過嗎 有個鴨頭嗎 有鴨頭的意思 就這個意思 鴨是這個女孩的意思嗎 這是這個形象 是吧 跟那個Vagina很像 看到沒有 就是英文的那個Vagina那個詞啊 就是女人的這個生物的奇怪 那個是我叫Vagina Vagina 那個是我叫他Virginia Virginia 很像 很特別的像 所以呢 鴨挺是個什麼意思呢 鴨 就這個意思呢 對呀 鴨挺就是鴨頭 然後挺肚子 鴨挺的本意啊 就是鴨頭挺肚子 這個含義 什麼叫鴨頭挺肚子啊 就是在邏輯上 跟這個英文這個Bastard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你 你就是說你的媽媽 並不是結婚了之後生的你 在結婚之前還是個小丫頭的時候 就小女孩的時候 可能就十三四歲這個時候 然後呢挺肚子 就是肚子挺大的 你生還懷孕了嗎 生孩子了 所以你是鴨挺 就是你是鴨頭挺肚子生出來的 就都這樣 那麼你看 比如說南方也是的 比如說武漢 武漢的一個經典的罵人 就我們老家那兒罵人 叫叫板媽羊的 就一個板媽樣的 是吧 一個板板 板媽樣的 這種的 板媽是什麼意思呢 道理是一樣的 板媽 板呢 就是那個小船板 小小仙板 小船板 就是在漢口這種港口城市啊 就是早期那個妓女文化的horse 是非常的多的港口嘛 因為文化交流什麼都有水手嘛 所以那些很最底層的妓女 他沒有地方的 沒有固定場所 天啊 其實很可憐的了 有種brussel 沒有這種brussel 那連brussel都沒有 沒有brussel就是在船上流動的 在船上 然後呢生活也在船上 然後呢工作也在船上 一個小板子上面 如果有客人來了 那個客人就是這些水手 那sailers 來了之後就在船上去做生意 很可憐 因為沒有人管他們嘛 然後如果你死了之後就會把 他當地人就會把這個船 跟這個人一塊就燒了 所以這些人叫板媽 板媽就是一個非常底層的妓女 現在應該沒有了吧 早就沒有 是過去的 現在也沒有 你很失望 我是個正常 對不起已經沒有了 對不起你來晚了 You are late Sorry OK 所以這人就叫板媽咯 所以什麼叫板媽養的 那就是你是屬於最底層的妓女 所以說生的孩子 哇 就是跟那個bastard差不多 可能比bastard更加嚴重一些 我覺得 嗯 bastard還屬於是 bastard就是 我看最早的意思就是你 你這個孩子沒有被這個教會 被這個教堂 被被認可 對被認可 嗯 你看那個雪諾 這個就 這個我們應該就會說 son of a bitch You are the son of a bitch 這一種就屬於是那個sob了 對 son of a bitch 對的 就是板媽媽養 類似這個意思吧 是吧 就是板媽養的 嗯 所以這個特別的像 就是你仔細的去思考這些文化的邏輯啊 它特別的特別的像的 對 都有共同點了 對 都是主的事 你這個人不是正統的 你怎麼出生的 對 你怎麼哪來的 你不是正統的 它其實都是在說這個類似這種的含義 這個意思 對吧 所以這個就是彰化文明 就是你會發現它轉來轉去 轉了好幾大圈之後都差不多 包括那個貴陽 就是在中國南方那個貴陽啊 貴陽去過沒有 貴陽 貴陽 罵人叫 貴州 啊 貴 我去那個貴陵在貴州啊 貴陵 但我想想 貴陵好像不在 貴在廣西 哦 貴陽我想有什麼 貴州應該有貴陵 貴陽有什麼我想想 貴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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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干媽 哦 老干媽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幹嘛 啊 比如說那個 米南語 米南語我會一些 米南語我們學那個 撒林木偉 撒林木偉 還有那個 就是Fuck your mother 米南語有個特別有意思的 就林北 林北就是你爸 林北 他爸叫博 是的 對 米南叫博的 我經常會說那個 燙死林北啊 你想燙死我 燙死你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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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陽罵人家 罵叫這個 叫SIR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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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就是Private 這就是Bustard SIR 所以就是基本上各地 都有一種對這種 就是非婚生子 嗯 是吧 You're choosing out of marriage 這種的 對非婚生子的歧視 這種歧視來自於農業文明 因為你沒有併用他的那個 就所謂的家族體制嘛 就會被人所歧視 好吧 就類似這樣的很多的 特別的多的 就像那種黑戶 沒戶口的那種 對就沒有戶口的 這種黑戶的 這種這種在中文的方言當中 是特別的常見的 OK 這是我們先舉幾個小例子呢 那麼 Next part 我們將討論一個很有趣的話題啊 你看一下 就是 就類似於那個 四川人說你個龜 龜兒子 是吧 龜兒子的 龜兒子的 對差不多啊 龜兒子 這個龜 本意上也是來自這個含義 是吧 老二不是正統生的 這個意思 好 對 訴出被歧視嘛 其實差不多的 那 那麼為什麼 我們下面討一個非常深刻 我們的課程越來越深刻 剛才我們舉幾個例子 講東西方罵人這個方式了 那麼下面我們來看一下 這種東西方髒話的同語意 就是 What do we share in common or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Yeah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is before the like dog like the dog like the dog I think we could talk it in a lot more logical way like the first of all the common features 第一個 common features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共同點 就是不論是什麼地方的人罵人 它有多一些共同點 嗯 第一共同點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 A dirty and sexual 髒的 right right 就是第一個 我們先看 嫖禍做的是3C化吧 不是太遠的 應該3C那個女娘那邊的是吧 嫖禍做的 就是跟那個 beach 是一個意思的 那 東西方的髒話的 這個 共同點的第一個 你拿個杯是浙江話 溫州話 對不對 你拿個杯 你拿個杯 怎麼樣 老中這個水平還可以吧 你基本上說幾句髒話 我都能猜到是哪個地方 差不多 八九不離十的 那同學說的那個3C啊 你說那個你拿個杯 是不是浙江話呀 是吧 Lina Lina是媽的意思嗎 媽媽就是罵人的時候罵Lina 就是你媽的意思 是吧 我看有人說son of beac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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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音很重要 你罵人的話 要說不要說那個海灘 沙灘 沙灘的兒子 是吧 son of a bitch 不要大家要跟我學發音 可以來報名我的課 我專門來 再有道學 教發音的 son of a bitch 不是son of a bitch 很重要 這個不一樣 發音方式不同 對 OK the first topic is about dirty and sexual 就是人類在罵人的時候 都是會罵一些比較髒的東西 和跟性有關的東西 why 东西方都是的 對啊 dirty like a pussy 對 or like shit yeah shit 大便啊 事情就是要么是讓我們不舒服的 要么就是被我們文化 跟性有關的 比如說fuck 這種的對吧 然後我看過一些書 就是包括弗洛伊德寫的那個圖騰與禁忌啊 就是那個 Total and Taboos這本書啊 你可以把你這個書你可以看一看 這個書 他為什麼會有這種對髒的向往 或者對性的向往呢 就是首先來自於這種禁忌的衝動 就是人有一種慾望 就是越是被限制的你越去想它 someone tell you don't do this and don't do that you have the curiosity to do it right 你這種想往力 這種衝動 而且呢 人本身就是對髒的東西 或者對性的東西是有渴望的 人對性有渴望是好理解對吧 there's such a motive 很好理解 對髒的也會有渴望 你能理解嗎 對髒的渴望就會 the desire for something dirty so it's kinda like we wanna destroy something beautiful right 就是人對髒 每個人心裡做了一個小惡魔 a demon 英文有一個說法叫什麼 scarleton in the cardboard right scarleton carboard you got a little devil here and an angel here right 為什麼人有像髒的渴望 我可以舉個例子啊 你可能覺得好像很奇怪 人會喜歡髒嗎 比如舉個例子 比如說口水 一個人在地上脱口彈 你覺得很噁心 你想離他遠的走對吧 但是你想過沒有 如果是一個你愛的人呢 你的女朋友之類的 親個嘴兒之類的 肯定會有那種口水的那種交融 你覺得無所謂的 對 you don't give a fuck actually you actually enjoy it you wanna fuck you wanna do that 你覺得還挺好 還挺喜歡這個玩意兒的 是吧 所以人的這種心理狀態是很複雜的 我跟你說 就是對髒的慾望 因為髒本身就是生物的孕育的過程 生物生命的孕育是來自於髒東西的 比如說植物來自於肥料大便 對吧 人的這個細胞來自於這種水 we come from our mother you know it's so dirty in there we come from down there right 所以就是那個弗洛伊德講過 就是人對髒 對性是這種原始慾望的 只不過被控制住了 那麼在罵人的時候 這種衝動和激情 你可以 你可以衝破這個控制 那麼衝破控制 是一個非常刺激的感覺 OK I don't give a fuck 就是不文明 我們都是來自這最原始的狀態就是髒 對 然後被文明起了 給束縛了 like some constraints we're gonna break through it right 而且呢 為什麼這跟性有關呢 這個弗洛伊德講的也非常的深刻 他說這個人在講跟性有關的詞的時候 是能夠體驗到那種快感的 弗洛伊德把它稱叫做口頭的享受 the oral enjoyment 當你就是你越是說一些很刺激的詞 你越是能感覺到還挺爽的 是吧 還挺有意思的 各位同意嗎 同意嗎 是不是這種感覺 是不是的 這人的本性 這是你的本性 這是你的本性 人之初性本惡 我看到了 對的 對的 人之初性本惡 它叫做口吟 是吧 就是你在說這種事的時候 你邊說 你的內心是邊有一種舒服的感覺的 OK 當你去罵人家罵得特別髒的時候 你就哎呀挺舒服的挺爽的 是吧 You actually enjoy it This is the first kind 這個不是我發明的 你可以看這個書 這個在弗洛伊德的這個圖騰與禁忌中講過這個 好吧 就是人對這種像張和像信的這種嚮往 罵人會不會罵他 This is the first feature that we share in common And second feature we share in common is about Let me take a look I have some notes I do have some notes But I cannot recognize my character What the fuck was that writing OK The second is 第二種呢 B 好好記筆記跟你說這是研究 這是學術研究 好吧各位同學 鷹鷹怎麼說 一會我們會講的好不好 第二種特點是什麼呢 The second 就是 Our dirty words are most related to our living environment 髒話跟我們的地理環境 地理環境和自然環境 Your natural environment 是有緊密的關聯的 And the animals around the plants The animals around the plants Yeah You have a good example We talked about an example You're right 一個好例子來了 We have a great word for Scottish people 蘇格蘭人 蘇格蘭人 有一句經典的罵人方法 英國人對蘇格蘭人有個有個便宜詞 叫做 Sheep shagger Sheep shagger You are a sheep shagger Shag Is this right Yeah Shag Shag這個詞也是 Shag等於fuck 也是做愛的意思 對 Shag Ship shagger就是那種 草洋人 草洋者 這是一種髒話在中文當中 你根本就無法理解 什麼叫草洋人 這個它不一樣 因為地理環境不一樣 就罵蘇格蘭人 就這麼罵 或者愛爾蘭還有哪 罵 愛爾蘭 海爾蘭 我想想 還好吧 他們應該做酒的 还好 我一般对爱尔兰的好像没有特别 主要是苏格兰人 对 因为他们主要是养羊的 对吧 因为苏格兰人 他们主要是养羊的 养毛 OK 所以他跟他的生活环境是有关系的 他养多 对吧 有时候深夜老婆不在 对 没有女人 有心意了 怎么办 说到这个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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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 学术 记笔记 记笔记 这很认真 还有一个英式的英语叫做 Wanker Wanker 这个有一点相似 应该说用阴音的 Wanker You bloody wanker Wanker 就是如果你没有 sheep 那你要怎么解决呢 抓到猪 没有猪 没有其他动物 老婆也不在 怎么办呢 只能 hit the airplane You're going to hit the airplane 打飞机 打飞机的意思 对 Wank 就是英式英语的 这个打飞机的意思 那么他也现在也变成 如果你说一个文 一个人是 Wanker 他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贱人 说到打飞机 我不得不要说到这个单词 就是那个著名 打飞机专门的词 Masturbation 对 这个挺有意思 就是 英式他们会说 Wanker 我们会说 Jerk Jerk You're a j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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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 Jerk off 就是打飞机 美式的 但是他们就像他们有Wanker 我们也有Jerk You're a jerk 这是美式的 对 因为Jerk就是差的意思 差动的意思 就那个Jack Jackie 看着 我可以说Jerk 就是你是个坏人 对 你是个坏人 You're a jerk Jack就变成一个名词了 对 混蛋的意思 就是跟Wanker一样 Wanker跟Jerk都是坏人 它是不是也变化的过程 对 这个词就是手营这个词 本身是Masturbation 是学术用词了 这词也很搞笑的 Mast Mast是手的意思 这个词跟Origin Manual Turbo Turbo means Roll very fast 旋转的很快 就是涡轮增压 我们看一些 比较 就是比较 不光是跟性 还有跟别的有关系的 地理 看地理就知道 慢慢来讲 还有 这个车比如我们看开车的时候 那个汽车 那个涡轮增压 就是这个词是吧 Turbo Turbo Right 涡轮增压 所以这个词 其实你用学术来解释的 它就是手动涡轮增压 手动加速 手动涡轮增压 是吧 手动涡轮增压 这就是Masturbation 英文学术当中的 就是活塞运动 这个词的来历 这是在学习 这是个纯学术课程 好吧 请用心记笔记 请用心记笔记 各位同学 你看 就是骂苏格兰人是羊操者 操羊者 是吧 你看中文就不一样 中国人呢 就是北方可能羊羊比较多 但是我们的文明 主要是在中原和南方进行的 这个羊这种动物 其实不是特别的普遍 羊主要是在北方 那个就是 unsyphalized 我们所说的什么 什么 就是说那个匈奴人的这些地方 羊羊比较多 中国的中原地区 它其实 主要不是羊羊的 它的这个生物 比如说牛啊 耕地的 或者驴啊 还有是吧 就是交通主要工具 驴来交通嘛 就是我们那些 一些神仙都是来 就是骑着驴的 骑驴走路的张国老 没有马吗 马也有 但是马比较贵 是军马 这是军方控制的 马不能过来骂人 这属于比较高等级的 在中国古代 马是属于军用物资啊 就是骑兵嘛 就是那个骑士 Nike 还有什么就是狗 狗在中国的乡村也是非常流行的 狗啊 看家护院 因为安全 所以这是跟地理环境有关系的 然后下一个点 第三个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就是跟种族有关 主怎么写 我也忘记了 主 这个 race 脏话的 共同点的第三个 我们越往下讲 就越深刻了 都好好听 我说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学术的课程 我们将会触摸到文明的根部 OK 就是人的这个文明 其实是很丰富的 我们说sifalization 就是文明带 很多这种比较 dirty的 很脏的事情 是吧 我们老说 比如说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善良 热情好客的 但是我估计老外也不认可这一点 中国人民经常骗我是吧 做生意就比较精 做生意比较精 对的 不是就是 因为可能老外这种做生意这种习惯 比较老实一点点 说到就说到少 多少钱五块 给钱 在中国 多少钱五块 其实可以五毛就可以买到 是吧 这个文化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跟你说文明本身 应该有各种东西 它是一个综合的体系 好吧 那么脏话跟种族有关 这个事情其实在英文当中是最典型的 Can talk about that Yeah so we have basically every race 每个种族都有它相应的变异词 Really What about us? Chinese Oh my god So guys Get ready to be triggered OK 小心 啊 OK so the most 对中国人的 这个这个是最最常见的 当然你听到这种词 当然可以生气的 如果在美国听到这个肯定可以骂他 It's c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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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his is uh There's a couple origins to this word 最常见的就是 Chink 就很像中国 China 这个词 之男人 就对很像那个China China 对 这个是一种解释 那么第二个呢 是比较 It's terrible OK so 以前古代的我们这些战争里面 他们会有那种 无甲 那个甲 甲奏 对 就是armor The armor Armor OK So armor 假咒 对 咒怎么写 我也不知道 哎呀 现在形式好差的 咒怎么写 谁跟我写写那个假咒咒怎么写 假咒的咒怎么写 这个咒呢 这个假咒的里面 我们它是一片一片的 There we go 一片一片的 那么在这个片里面 每个假片中间有一个叫 有个小缝 OK 那个缝叫做Chink We have a 我们有一个英语 一个一个 一个理语叫做Chink In the armor We have a Chink in the armor 那这个就是那个 假片的这个弱点 你如果是射箭的这个 这个剑就可以到这个 这个Chink里面 然后你死了 这个弱点 所以那个 这个不好的 本意就指的是那个缝 是吧 这个缝缝 那个缝是不好的 为什么不好呢 会弱点 那个这个剑会插进去 是吧 对对对 他插进去了 就死了 就挂了 然后呢 所以后来就是 慢慢就可能 西方人 遇到了这个东方人的时候 他们就可能会想到这个 这个眼睛 对眼睛这个叫 OK 叫做凤什么凤眼 凤红 丹凤眼 丹凤眼对 丹凤眼就是这种 这样 不然会被 会被吞了 其实就是这样子 你看那个 你去过西安没有 那个 兵马俑看过吗 西安去过吗 兵马俑 去过去过 你看西安的兵马俑 他那个造人物的造型啊 西安兵马俑的人物的造型 他都是一条凤的眼睛 特别特别窄 对吧 就是中国的那个 他是蒙古人种嘛 就是蒙古人种是中国的 这个人种的主要主题部分 尽管我们不是蒙古主 但是蒙古人种影响很大的 这个历史原因了 就是中国华人呢 华人早期的时候 这个蒙古种的这个血缘非常浓厚 你看那个秦朝的人就是那样 都是眼睛比较细 我们其实 我们西方的人看这种丹凤眼会觉得很好看 就很有特色 当然会吐槽 有一些人会吐槽说 怎么这个丹凤眼很像我们这个 这个Chink 假装的那个凤 看不到 看不到眼睛 就一个凤 就会说它很像那个Chink 大家在说这个蒙古人是最典型的了 那个大圆脸 然后一条缝一条鞋盖是吧 当然这是韩国人也是 对啊 韩国人也是很典型的 哦这么来的 对 So that's Chink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挺有意思 叫做Gook 也是讲那个亚洲人 就是不是中国人 是整个亚洲人 对整个亚洲人 怎么写的呢 How to spell it G-O-O-K G-O-K Gook 这个我它的典故就是 在那个韩国战争的时候 就是60年代 美国人美国人有去韩国 因为他们在打仗 然后他们面前美国人 他们听到了本地韩国人在讲美国人 那美国 那在韩语当中 那个美国就是 Meguk Meguk 对 Me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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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就会觉得 他怎么在讲 Meguk Meguk 听到了Guk 然后开始说 Guk 我们会发现 英语很多单词 只要跟 K K有关 后面有K 都不太好 Chink Guk Jerk 就是K 所以他们就 他们就把这个 Guk 而且 Guk Guk 其实是一个挺有挺好玩的一个声音 然后他们就把Guk 就是看看 开始说 你们都是Guk You are all Guk 就来自一个误解 Misunderstanding 对 就是一种误解 就是会觉得 他就是说这个词 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意思了 没有 大众人的意思 对 但是本来是来自 我有个问题 我一直没搞懂 就是 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在越战的时候 把那个越南人叫做 叫什么来着 你是Guk 我们也把它 不是 除了这个词还有一个 是一个人的名字 Charlie 对 Charlie 为什么叫Charlie That's a good question 大家看过吗 就是那些越战电影 都是说的 是吧 有说的 Charlie 对 We've got Char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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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吧 What do you think of 为什么 I don't know the answer 你懂了 哈哈哈 就是Charlie Charlie Charlie Hey Charlie 对 的确有 他认为所有的越南人都叫Charlie 感觉是的 是吧 还有一个对日本人是Japs The Japs 这个是 Wait a moment 中国就是一个吗 对 中国是 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吧 Let's see Chinama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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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ghai 哦 这个是 这不是种族 这个是讲那个中国 中国历史 一个现象 如果你说 I was Shanghai I was shanghaid This is a real verb in English 真正的一个动词 这样子的 各位同学 今天长姿势哦 上海这个地名在英文当中居然是一个动词 因为上海本来 太牛逼了 对啊 上海的黑力是很多 是吗 很正常 During the opium wars 它会把文化很刚死的 对 So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19世纪 People were actually kidnapped They were It's called human trafficking They were kidnapped 人贩子嘛 对 And they were put on these boats And they were shipped to Shanghai And from Shanghai Human trafficking 他被运到可能非洲啊 或者其他的其他的劳工华工那种的 啊对 就被卖了 就成为了就是 你知道 就很惨的 对啊 就很惨 美国修那个修那个 修那个 可能有对 有铁路啊 铁路那个至少有工资 就是没有工资那种 没有工资的还是 可能是被 就妓女啊 或者一些非常低沉的工作了 那所以I was shanghaied I was tricked I was shanghaied 那这个词动词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就是被骗了 被骗了 最早是被绑架 那现在就是演变成被骗了的意思 那我们说这个词就老外能理解的 是吧 Oh yeah If you say I got shanghaied 其实我们我被上海了 在我那个课里面 我们有一个电影 他里面就跟他说 I got shanghaied 后面招住了 Ok So this is to Chinese that they practice this So this is also Chinaman 就是中国老 中国老 这个是那个 这跟我们说 你们你是外国老一样 对啊 是吧 还有什么叫鬼子 羊鬼子 有人说你这个吗 羊鬼子 我在新疆有听到 听过一次 说你羊鬼子 对 我听到了一个羊 你看那个羊鬼子 我觉得哇 我跟你说 我家来自农村的 就小时候 我二年级的时候 我们那有人去 有个加拿大人去了 去看看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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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 那个第一次见到外国人 被我们全乡啊 就是那个镇杆集啊 围住了 里三层 外三层在那看呢 我爸爸把我举起来 我还记得 我可能是二年级嘛 我爸爸把我举起来看 看羊鬼子 羊鬼子 还有人去摸的 因为老人去摸 他会说中文吗 啊 这是真的吗 哎呀 哎呀 怎么是黄毛啊 哎呀 这是真的吗 哎呀 还有毛啊 这种是吧 很吓人的 好吧 那个时候 是吧 还有什么鬼老 对 其实他叫鬼老 其实没有什么恶意 就是一种称呼 是吧 对日本人叫什么 啊 日本人我们就叫Japs The Japs 哦 这个在在那些二战电影 对对对 特别常见 你看看 Japs 常常还说 Let's go and kill some Japs 对吧 他们在训练的时候 对吧 就Japs 然后还有什么 那个 对 对这个 我们刚才说 那个那个 GOOK 有点像就棒子的意思 棒子 GOOK GOOK 韩国棒子吗 对 然后 中文这个棒子 对于那个德国人呢 中文这个棒子 是棒锤的意思 锤怎么写 我也忘记了 锤锤锤锤 不是那个锤 棒锤 棒子棒锤 说的是你这个人 就是脑子里面是木头 就很蠢 这个含义 棒子 就是你的 就是个木头人 为什么指韩国人呢 就说他很蠢 不知道为什么 就想觉得人家很蠢 就这种感觉 是吧 就这种骂人 是没有道理的 没有理由的 还有在美国本土呢 会有哪些种族性的 一些骂人的 对于美国 the northerners the northerners 我觉得更多 应该是对 对blackmen这种的 yeah so we have a lot we have the worst word in America you can't say any word worse than this one is the n word the n word 在美国最难 最不好的一个词 就是那个n word 甚至比kunt n word 还严重 就是nigger nigger how to spell that n-i-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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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 nigger so there's two words 这个也是发音的一个问题 这个千万不要搞错 搞错会挨打的了 对会挨打 现在流行有一个叫 nigger nigger 这个是n-i-g-g-a g-g-a 这是好的 对 这是ok 这是两个 这是兄弟 这是兄弟 黑人之间 会说 哎 买那个 买那个 这个那是 哎呀呀 买卖子差不多 哎 bro 哎 bro hey what's up nigga 就brother 对 那么如果很多中国同学是学那个音试发音 那么他们儿发得不太好 但他们就不会儿的 对 所以他们会说买那个 所以这个还好 但是如果你开始学儿之后 你说那个nigger 那就非常糟糕 非常糟糕 nigger这个词怎么来的呢 nigger就来自negro the word negro which comes from n-i-g-r-o n-e-g-r-o n-e-g-r-o negro n-e-g-r-o 这个其实就是黑色的意思 是西班牙语的吧 啊 西班牙拉丁系的 拉丁系的是吧 negro it means black so you can describe the sky 他们在西班牙语 就是这个天 is negro 就是 very black black 就是黑的灰 就是颜色的意思 是吧 negro 然后他慢慢就变成了 就是negro这个词 对 very do not ever ever say that word never say that you will be really fucked up you will be fucked up for sure for sure 这是我们的第二 第三种就是脏话 脏话来自于这个种族的歧视 这个种族的歧视 其实在中国也是挺多的是吧 但是因为我们的民族问题 还跟西班牙不太一样 就是大家在一块时间比较长 还好一点了 之前我最早学的是那个西荣 南蛮 南蛮 东夷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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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对的 东窝 东夷 东夷 差不多 一个意思 他们就认为周边都不好的 对 这些词都是坏的 你看就是 不论是这个 什么蛮啊 嗯 还有什么疑啊 这些都他都是表示的 没有说过教语 barbarian 不开话 barbarian barbarian 我就属于南蛮 我是西荣 哈哈哈哈 他认为是 他们过了黄河之后啊 再往南进入湖北 这就是属于 有南地带了 因为湖北 储嘛 储就是很多树的意思嘛 那树特别的多 木头很多嘛 很多树就是 荒野之地 这个含义了 荒野之地 然后 第四个特征 共同点呢 我们做很多研究 很好玩的 第四个common feature 是什么呢 就是 呃 脏话 东方和西方 都会骂到 一个人的一些shortage 或者说 你的身材的一些缺陷呢 你的身体的一些shortage like take some examples so we have like you can say fat ass right fat ass 如果你很胖的话 骂你是一个肥逼 对 是吧 fat ass ass ass这个词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它最最早的意思 就是驴 驴 驴的意思吧 应该是 对吧 so we say this actually comes from shakespeare shakespeare yeah he has a poem 哈斯比亚 发明了好多章话 对对很多 它有个 有个戏叫做 what's it called something dream it's one of his very very famous poem or famous plays and 它里面有一只驴 然后它就是一个 它有点坏坏的 and he says you're an ass you're an ass 那它这个驴就跟这个 ass就是坏人绑在一起的 那后来我怎么被人屁股了呢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actually uh i guess because you you know you sit you sit on your ass it's the least important part so 就是最被 没有被尊重的地方 就是your ass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些 比如说 因为我就用骂人 会骂比如说 dwarf dwarf yeah how do you spell that dwa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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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很矮啊 是吧 之类的 这一方面 说实话 尽管是东西方的共同点 midget midget也是 小dwarf 对对对对 小dwarf的意思 这个midget会比dwarf dwarf是一个症状 midget就是小诸如骂人的 对骂人的 you're a little midget 这方面 其实中国人 情感跟英文差不多 但是中文 这个是更加严重一些 就是我们特别喜欢 去取笑别人的身体的缺陷为快乐 比如说 我认为这方面 做的最缺德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相声文化 相声或者小品 当然你这种 就是故意放大 这种人家的生理缺陷 或者怎么这种方式 说人家矮呀 看不见我呀 之类的 是吧 诸如啊 这种 我觉得这个 高不会被大家歧视 高不会歧视 长得太高了 就是太矮了 太矮了会歧视 太胖了会歧视 然后太丑会去歧视 像说人家很丑 丑到什么 you're an ugly son of a bitch 对 很丑的婊子 这种感觉 是吧 这就是中国的相声 特别喜欢搞这个事情 大家都很喜欢 那怎么办呢 是吧 但是 哎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 但是我觉得 就是有时候看这些 我觉得还挺难受的 核当的去吐槽是可以的 最好不要去伤害 伤害到 对对对 就是你说人家丑 你多漂亮吗 是吧 你笑人还笑人家 秃顶的这种的 我觉得 笑这个 哎 有点 有点不太好 有一些能控制 有些不能控制的 特别是那就是东北的那种 那是二人传 就是 特别是那些 就是你看现在 你看到电视上 那还都是比较干净的 但是在这那些剧场 小剧场 就那些Ciat 去看那些二人传 就特别喜欢讽刺这些东西 各种模仿 什么残疾人 我这种的 我觉得美国完蛋了 是吧 terrible 这个真是完蛋的 这也是种文化差异 但我觉得这个不叫差异 这叫落后 各位同学 这个不叫文化差异 各位同意吗 这个真的不叫文化差异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 在这方面我们是比较落后 这叫不开化 不文明 是吧 你这个取笑 我觉得美国有一个好处 你可以取笑政治人物 You can make jokes about Trump The president The congressman What about America In my opinion America is going a little too far We are becoming too politically correct 太政治正确了 不好玩了 90年代还好 现在很多东西都不能说 都不能说了 所以你在中国来了 是吧 中国有很多种自由的言言 比美国有更多 这是美国人的心声 我们很多人说 中国不自由 美国自由一些 其实在这个方面 你会发现 其实中国更自由一些 我们就 甚至我们不能说一个人胖 如果你说 You're fat 他可能会 告你的 不一定会告 但是他会 他会骂你 他会真的觉得你很不爽 或者会很 很瘦 在这个方面 其实中国的自由更大一些 是吧 你真的说可以 这网上瞎讲之类的 哎呀 真是有时候就挺烦的 哎 真是 OK 这次是哪子 point 其实我们会对这个比较有比较那个 那什么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想给大家来去 简单的适当的解释一下 就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why 就是为什么会产生 就是在脏话这个角度啊 这些这些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逻辑 会这么来去操作 哦 还忘了说一条 刚才说的是相同的是吧 第二个 the differences 他们有讲的 是吧 differences 那东方跟西方的这种相议之处有哪些呢 differences 我们跟老王今天下午我们总结了一下 第一个 就是因为这种自然环境的不同啊 我们在 在骂的时候 那些比喻的角度不一样 比如说动物 animals 动物 在讲动物的时候 东方跟西方的骂是不能够直接去翻译的 Let's make an example 这个 chicken or chick yeah chicken in well in english chicken means a coward 胆小鬼 然后但是chick 一个小鸡 就是一个女孩 一个姑娘 a chick 就是说在英文当中 就是这两个词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恶意 对对对对对对吧 不是很美 chicken就有一点胆小 但是还好 胆小 you're a chicken chicken就是胆小 是吧 chick呢 chick is like a hot chick 辣妹 辣妹 是吧 就是个妹子 chick的妹子 你敢在中国叫人家是热鸡吗 你敢吗 嘿热鸡 你个热鸡 弄死你 在中文当中 鸡 目前现在啊 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 鸡 它所代表的就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季女嘛 为什么呢 谐音的就这个字 做季 季嘛 就来自季这个字的谐音 季女啊 做季做季 它是这种谐音过来的 对吧 这东西方差别的很大 不还有鸭 这个鸭其实就来自于这个对称 语言喜欢对称性嘛 有季就有鸭了 男的男季 对 男季英文是什么 Pimps We have a word called gigolo Gigolo G-I-G-O-L-O A male gigolo Gigolo就是一个男季 Gigolo You could also say male prostitute A male prostitute Or gigolo 有个电影就是讲那个 讲这个Gigolo Gigolo Gigolo 其实学了个新词 Gig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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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老 激老 是吧 现在这个区别很大的 这个是针对 这个不是鸡老 这个不是搞费的 就是去卖的 卖反正对女性的 对女性的 卖女性 卖男性卖赢的 这个我不知道 问一下大家 不是做同性的 中文这个鸭 他会选客户吗 男女都有 菜狗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中文这个职业 他会限制男女吗 应该不限制的 管你是谁 给钱就行 是吧 I don't know about that This is a real question 大家都是不会 大家都挺有经验的 我怎么会知道 或者是个孩子 不会不会 我从来不接这个活 这个我好像就是 一般是 当然可能会有的 就搞同性的 但最早的意思 一般是一男一女 还有一些 比如说dog 这个词 这也很明显的 就是中文中 狗这个词 一般来讲 都是骂人的 而且非常不好 就这个人 就像一条狗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狗命 狗 狗就很 地位很低 like abject abjected or abundant in China you said the houses they would have a dog to protect it right but they also eat the dog outside they eat it 对 因为在中国 狗是坐在外面的 就是被遗弃的 被放弃的 而且会把它吃掉 这种地位很低 那种 是吧 在中国狗 是个很坏的词 但是 what about in English in English um you we have a word called you're a lucky dog a lucky dog that's a good word you're a lucky dog or you could say old dog yeah old dog we might say that old dog he's an old dog that's not we don't really say that that much lucky dog 这些好词咯 就是你很幸运咯 是吧 对 可能没被吃掉 没被中国人吃的 你吃狗肉吗 uh I I I have never knowingly eaten dog you'll never know you never know I never know you need to eat it you know what about dog um what about old dog what about old dog old dog it's like an old man you're old he's an old dog you're old dog like you're you uh can we say an old friend no you're old dog 我们可能会说他有一点小聪明 we might say you're old dog 对 这个我见过 他有句话就是 he's an old dog in the company 啊 我见过这句话 对 他是公司的老狗 在中国如果你说你是公司的一条老狗 好像是骂人的 你是一条狗 就是跟着主人后面那种的 就是那种走狗啊 we have running dog we do have that as well running dog 走狗 running dog 这是别人的 别人的仆人了 就是仆人 slave servant servant 是吧 这个跟中国有点像的 这个好像 这个可能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 从中文翻译过来的 走狗 走狗 对 对 我说的嘛 这个应该是从中文翻译过来才对 是吧 是很中国话的一个说法 这个中英文差别也很大 就是英文中狗啊 就是具有贬义的很少的 啊 就忠诚的 对 一个公司的一个老狗 也表示很忠诚 很勤奋的 是吧 非常的 很勤奋的 loyal yeah 还有一个 pig pig right 这个差别也很大 各位同学 差别特别的大 就是在中国这个骂人的时候啊 说人家是个猪 这个猪一般整个是很蠢的 就是 蠢或者 stupid 也没有胖的 或者fat 跟猪一样 或者dirty yeah yeah 基本上三个意思对吧 stupid fat or dirty watchdog 是那个警 是那个警卫的意思吗 watchdog God 警犬 警犬 警卫的意思 watchdog watchdog so in English pig has dirty and fat but we did not have stupid 啊 英语的猪 英文当中 聪明 对猪它会有说脏 或者说它胖 这都有的 对对对 或者有一点 我们还有一个 you're such a pig you're such a pig 有一点点 就是大男人主义 对了 就是 chauvinistic pig 大国 大沙文主义 chauvinistic pig 对对对 就是中文叫直男 对 直男 这个是各位知道吧 直男 直男 这个意思 直男 这里都知道 真是个爱 真是个蛋 我这个 什么都知道 pig but pigs in America in English they are smart they are clever 是的 在英文当中 他们认为猪是非常聪明的 而且我们 如果你学过一些 生物课 应该知道 就是他 老外说的是对的 猪其实很聪明 大字若语 对吧 因为他太聪明了 所以他现在看得好像很笨的样子 我们中文叫大字若语 其实他是非常非常聪明这种动物的 所以呢 在英文当中 你不能用猪去形容 这样很蠢 但是在中国 我们是不是经常用猪去表达别人很蠢呢 是吧 你这个猪 对吧 猪脑子 是吧 嘿嘿嘿 这个差别也很大 非常不一样的 非常不一样 我们可以 但我们会说 you're living in a pigsty 猪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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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such a pig you're eating eating so much don't be such a pig 对的 对 所以 然后我觉得 pig 我看过一个电影还讲过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真的是很好色的男人 嗯哼 对啊 对吧 其实就是那个大直男 大直男的意思 对 颜色 you're such a pig 猪本身就很聪明 你可以去搜一下 这个我们就不详解 你可以去看看 好不好 猪很聪明的 智商很高的 为什么会 动物会拿 拿动物实验 会用猪来做实验的原因 因为猪脑跟人脑很接近的 好吧 OK 这是一个区别 动物都不一样 第二个就是逻辑的差异 这也是很牛逼的一个东西方差异 各位听好 差别很大的 这个逻辑差异是什么呢 就是 中国人是骂对方的长辈的 为主的 也有骂晚辈的 这主要是这种性的考虑 比如说 日里妹 这种安徽和这种方言 但是骂长辈是主体的 云南人是日里妹 对的 这个长辈 而且是 因为我们的这种农业结构 就是辈分越高 地位就越高 所以我们的这种骂人 是一种数学结构 就是跨的辈分越来越多 火力越来越猛 对吧 我们两个东西 对吧 就是 我操你骂 你操我大爷 我操你祖宗 你操我十八蛋 他说明过去 不见往上去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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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社会长辈很重要 西方就不一样 他是骂本人的 对不对 然后我尝尝你 那是同学念的 那是不一样的 英文没有这种 就是老外是不会去骂人家的长辈的 这个绝对是不会有的 绝对是不会有的 各位同学 这个是不会有的 好吧 包括我们说那个 motherfucker motherfucker 其实他也不是骂长辈 他是说你这个人是一个motherfucker 对吧 说你这个人本人 搞乱伦的 对 你是一个搞乱伦的一个人 you are a motherfucker 是这个意思的 ok 所以说如果你跟老外说 i'll fuck your grandfather 你就一脸懵逼 why why my grandfather are you he's not even alive anymore 所以这特别搞笑 跟你说这个差别 不要用这种来怼外国人的 对 没有效果 你听到清 你说fuck your grandfather what what why come on go just go go ahead ok 你觉得这好像无所谓的样子 差别很大了 因为农业文明跟商业文明不一样 商业文明特别讲交平等 对吧 老外承认平等性的 就是家族关系不是那么强烈的 组长不是很强烈 平等 交易需要平等 所以说西方人骂人是怼人家本人 咱们是怼人家长辈 对吧 除了少数方言 会有怼怼晚辈之外 我们确实会有一些叫日年 fuck your son这种 但是比较少的 所以就是比较轻的那种 不敢惹人家长辈那种的 就比较轻微一些 对我们可能说你妹妹 对啊 fuck your sister 对这种 这种也会有 也会出现 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这种逻辑 逻辑不太一样 然后第三种 就是中国的这个是比较重男的思想 重男轻女啊 这叫性别歧视 中国的骂人也会体现这一点 就是在骂人家的长辈的时候 主要是骂人家的妈妈 骂母亲的 攻击人家女性的家长 你会很少出现说 操你爸之类的 特别少见 是吧 特别的少见 但是呢 当你去骂人家的晚辈的时候 或者说你想去那个占便宜的时候的诅咒 或者占便宜的时候 那么你一定不会说 我是你妈 而是我是你爸 比如说那个相声 那个郭德纲的相声 他们就经常说这些 是吧 就是开玩笑 就是说我是你爸爸 大家都会笑哈哈哈哈 笑 这个对外国人觉得不可理解的 I'm your father 这什么好笑的呢 如果你说I'm your father 我们会想到那个星球大战 Look I am your father Look I'm your father 就是那个威德 那个威德忠 所以我们都会想到这个了 并不会想到这是骂人的 我占你便宜了 好像就骂你怎么样了 是吧 没这种感觉 是吧 中国人特别喜欢搞这个事 大家看过那个郭德纲的相声没有 郭德纲经常说这个事情 是吧 占鱼圈的便宜 什么有爸爸 什么这那的 占便宜 都这样子的 而且骂晚辈的时候 一般不骂人家女儿 骂人家儿子 是吧 什么生 有一句话叫 孙子 不是孙子是吧 孙子 不会骂孙女 还有呢 有一个叫做 生儿子 没什么 没屁言 上一生 上儿子没屁儿 天哪 就是西方的纵男轻女 没有在语言中被体现出来 中文在这个语言中 体现的非常的深刻 非常的深刻 大家跟你说呢 中文实际就是 中文实际 大家可以 大家就看了一本书叫牛逼 这本书专门是 写给那个外国人学 学这个中文脏话 挺牛逼的一本书 有这样一本书叫牛逼 能买到吗 可以 应该可以买到 是吧 所以从这个逻辑来讲 就是不同的语言之间 在不断的发生一些 碰撞和改变 然后为什么会有脏话多 我跟大家说就是 不论是东方跟西方 这个脏话的起源 其实都来自于港口文化 哈伯 对哈伯 港口的文化 美国的本土生长的脏话 其实挺少的 都来自当时的英国 像利物浦港 还有那个维多利亚港 这些地方 中国也是的 我们的脏话的主要来源 你看北方的脏话就很少 就是操你妈 操你大爷 挺少的 还有什么标子之类的 但是南方就很丰富了 就像汉口湖北 还有湖南的湘西 就是那个长江文化 湘西 还有上海 最有名的了 港口 对吧 上海 就是这些地方 包括广州 香港 这些港口城市 他们产生了最丰富的 这个脏话的来源 文化这个交流 对 它是文化的交流 我一个中国人 跟一个美国人 或者外地人 对啊 外地人就骂起来了 那我们就想办法 让大家听得懂 对 还有个原因 我读过那个 一本书 就是 沈从文写的 沈从文是湘西 沈从文呢 是湘西人嘛 就是 还有重庆 对对对 还有重庆 这个不能少 是吧 重庆骂人很丰富的 重庆 就是 沈从文是湘西 长大的 湖南的 沈从文是一个作家 A writer 他讲过 就是因为 中国这种传统啊 这种农根文明呢 是管理很严格的 就是heavily controlled 今天还是这样子了 是吧 因为他长辈制度啊 这种 我们叫 Hierarchy 这种等级制度 所以控制的特别严格的 所以呢 在一个这种 相归名曰 中国的农村 没有法律 只有那叫 相归名曰 如果大家就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本书 是北京大学的 法学院的院长 叫朱苏丽 朱苏丽 朱苏丽老师 他写过一本 他就是搞这个研究的 他专门写过一本书 广东话就这个普盖 专门写过一本书 就是来研究中国的法律 中国农村的法律 本质上就是相追民约 我们没有法律 没有的written law 但是有一些规则 rules the country rules unwritten rules 纯规则 所以 它不像美国那个case law 还不一样 美国是个案例的 中国就是老大 组长 你知道组长吗 the head of a community 就老的那个人 senior people 人家说了算的 就是人家说了算 所以呢 所以 这些相归名曰 在中国的土地上 管理很严格 所以在那些 正儿八经的正经地方 你是感觉不到那种 地下文化的 the underground culture 什么脏话呀 什么纪律文化呀 这种的 新啊 新解放啊 什么黑帮文化呀 这个没有的 那么哪里会有呢 到了港口就不一样了 因为港口是活动的 你可以move 那个port 这个是本意 经济比较发展 又有钱 对吧 它是port 你可以走的 经常会来来去去的嘛 所以导致呢 你不用负责 一个水手 在这个港口 实际上是没有这种 亲属关系的 就是没有人能管到 他这些 潜规则 所以呢 在港口城市 是世界上所有地方 脏话的 主要的起源 不光是脏话 就那些所有的地下文明 脏话 还有黑帮文化 对吧 黑帮的干子 就是越乱 越自由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黑帮文化 住海边就是港口 拜托 好吧 那是两回事 好吧 西西里 包括英国那个著名的维多利亚小说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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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黑帮 有个电影呢 谁演的来着 我想想 Yeah the gangsters of New York 对对对 纽约 也是的 New York 有个电影讲他的 叫谁演的 我想想 还有那个 New Orleans 也是 金二良也是 是吧 有非常深厚这种黑手党文化 美国的黑手党 其实是从外面移民过来的 他是搬过来的 他是搬过来的 天津也是一样 很多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黑手党 Muffet 教父 教父 Godfather OK 包括广东那个红星帮 还有那个青 还有那个上海 厦门不算 厦门不算港口 厦门很落后的过去的时候 还有上海最有名的 那个上海 那个青帮 青帮 听说过吧 青帮 还有广州的那个红星帮 红星帮 都来自这些地方 还有鸿门之类的 香港啊 广东这些地方 对吧 斧头帮 斧头帮 老子要看你 对啊 所以呢 林波也没有 这都不属于 不属于牛逼的港口城市 后来才有 就是早期的港口城市 各位能理解不 听懂没有 听懂没 三口主也是的 东京港 东京港 日本也是 就是港口孕育了 最为丰富而繁荣的地下文明 the underground culture 那如果你这个有兴趣 大家可以读读书啊 其实很好玩 特别好玩 多看书 王八蛋是哪里人 小王王者 多看书 Victoria Vidoliana 不对 不是 Florida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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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个 这个 这个周明 里面本来就 有这个Virgin Virginia 女性 生子的意思 她们 她的老家 就是生子的意思 Virginia 就是处女的意思吗 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其实 多看书 还有广东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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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陀邦是哪个 那个电影 普陀邦是那个 功夫吗 是功夫 对的 功夫 功夫 对的 功夫 所以文字的过程 很可爱的 她就是 王八蛋的老家 就是来自于 Virginia 你就记得处女就好了 那就是处女之乡 Virginia Virginia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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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I 还有一个I 是吧 Virginia 对 这个也是 The Virgin Queen Elizabeth 就是她的 她的名字 在一起的 就是处女的意思 Virginia是女性 生智器官吗 就是 她其实不是女性 她只是 就是 被男性所 塞入这个动作感 V 就是暴力感 其实她就是 至少是男性 生智器的意思 V的逻辑 V 跟中文很像的 就这个形状 就是 就是 插入感 卸入感 这个感觉 它其实跟中文 我们那个 英语那个 Vagina 这个词 挺有意思 Vagina 它其实就是 那个 sheath 那个 剑 剑翘 sheath the thing that you 这个 如果 这里是那个 剑 我有 我有 蓝道具 很丰富 你有 你有 对 你有 大狗 剑 哇 宝剑 哈哈哈 宝剑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 八本牛逼的剑 这个是 Vagina 然后这个是 这是我一个学生做的 哇 这个 你会 你会 你会用吗 这个 用来烤肉吗 Vagina 它是拉丁语的 sheath 就是这个 the sword 是剑翘 就是那个 Virgin 女性生子器官 这个意思 它的原始的逻辑 来自这个东西 但是有个点就是 cunt 不是 cunt 就是专门 讲 就是指这个 女性生理系的 对 那个 那是一个学术用词 但是奇怪 为什么cunt 现在是被禁了 但是Vagina 还可以用吗 那变得很学术了 是吧 中文这个词 其实跟它也很相关 中文是并且的 且这个字 这是男人生子器官的意思 就是早期是 大概放这个字 这么一个形象 且字 比如祖宗的祖 就是你家的第一个男人 这个祖 这是小草 发芽的小草 就第一个 the first 最开始的 那挺容易 男人 这个含义 所以中国 租 为什么租是用这个 出租车 租啊 租也是用这个吗 对啊 这个啊 这个就不知道了 有很多变形过程 就不理解了 可能是那个 简体 对对 包括我知道 那个是沮丧 就是的 就是带水那种的 就很失落 disappointed那种 真的 没戏的 就是这样子的 还有比如说 E 就是很好的 就是家里边 有男人 就很好 叫做 就是那个 诗经 你有没有看过 就那个 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 知子余归 义其世家 义就是家里有男人了 那个安 家里有女的 安 家里有女性了 对的 义安 义安 这两个字嘛 男女 男女 这么来的 这就是 这就是这样子 就是甲骨文当中 且这个字 本身就是男人的意思 对吧 就这么 就这么来的 就是 还有一个牛逼的字 就是吉祥的吉 就是您吉祥 吉祥如意 知道吧 吉 这个是就是男人的意思 孔就是女人的意思 女性 像那个V 看见没有 有男有女 就很吉祥 阴阳条 OK 有男有女 所以这个文字 其实蛮好玩的 其实它就画了一些 这种形象出来 特别有意思 茄子啊 什么 它的来历 主动的过程 中国古代 古汉有一个骂人的话 叫做 那个狂童 狂也且 这是中国古代的 他们语文课本当中 所见过的一句 就是古代人骂人的话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就是小B仔子 你你你你 你牛个鸡巴 你牛 这么个含义 狂就是狂野的 crazy mad 童就小孩嘛 就小B仔子 你牛个屁啊 他有点像英文 这个骂人的 Hey you little prick you little prick right 就你个小丁丁 小丁丁 prick就是小叮丁小鸡鸡的意思 小丁丁小鸡鸡 这个意思 you little prick 是吧 狂童狂野且 小B仔子 牛个鸡鸡啊你牛 哈哈哈 OK各位同学 有没有收获啊 tonight 现在很多笔记了 可以发到我们微博 OK 你是不是可以把笔记 好好的去整理一下 做好笔记啊 我估计这是 有些同学可能是 有生以来第一次 最认真的做笔记的一节课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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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 the last week's crime 最后一个要求 同学提出的就是 希望王霸丹老师能写出 很多单词出来 表示男人的那个penis的单词有哪些 通俗的 不同俗的都行 我们有一句叫做 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I know that 这个词是最正统的 是吧 最学术的 生理上的 比如你上一个生物课 Penis这个也是拉丁文的 就是你上生物课这个词也要学 对吧 这次以后我们讲那个P类词 会讲到逻辑体系这么来的 然后第二个 还有什么 Dick 这个其实就是 就是有Richard这个名字 他的简称就是Dick 我那个 我外公有个朋友 他姓Long Long是长 Long 然后他的名叫Richard 然后他喜欢用Dick这个名字 代替这个 就是对 因为比较短 所以他的名字 他写出来真正的名字叫Long Dick 就是Dick Long Dick Long Long Dick 太搞了 有一些 有些中国人不知道 就穿一些很奇怪 Hello Dick Hello Dick Hello Dick 哇还是复述的 看见没有 Hello Dick 欢迎 Dick 欢迎 Dick 所以小心点啊 各位同学 买衣服一定要 有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 我们还有 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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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alls Cock and Balls Cock and Balls 我们来看看 Cock and Balls 当然 Prick 很小的小丁丁就叫prick 小尖尖的玩意儿 这都是茄啊 这全都是茄的意思 我认为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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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那些人吗 我认为那些人 我的刀 这是一个词 这是比喻的 比喻的很多 比喻的应该 比喻的太多了 没有没有那种 a little bird do you say that no 小鸟 没有吗 中国人会说的小鸟 bird we might say the birds and the bees but这个也不是直接吃这个 啊 那就应该没有了 他应该是这些了 是吧 the same the same 老二的那个 my little we might say the little head little head 就是我小这个 i really same yeah my second head the second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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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主要的 第1个第2个的区别 第1个是很学术化的 上生物课用这个的嘛 这个是口语化的东西 是吧 啊 这是很小的 prick 小丁丁 cock 这是属于脏话的是吧 别人会说 别人说 hi suck my cock 其实也是 如果说到鸡 攻击 就是一个cock 就是攻击的意思 ro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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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a cock 攻击 就通我们小鸡鸡嘛 有一点点跟那个小鸡鸡有关 嗯 还是有点关系的 my third leg yeah 有这个 是的 嗯 ok that's it 啊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呢 是无法在一节课 给呈现给各位同学的 但是我想 后面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嗯 当然了 呃 大家可以去跟上我们的课程 王八蛋老师的 嗯 也发音课 发音课 我是专门来教这个 ok 发音的 对 发音很重要 然后我们就是那个吃学色 各位同学 吃学色 我们从下周又要升级了 我们要会推出一个 每天老中讲单词的一个活动小视频 一天一个视频 我每天现拍啊 每天临时拍 每天拍一个视频 好吧 带你去死磕字典 让我们开始干了 不要停啊 还没参加吃学色同学 赶紧上车 我们又要涨价了啊 又涨价了啊 嘿嘿嘿 这个 这是我们的吃学色的 每月一次的插课 X课 然后我们后面会请到 更多的非常有趣的 像王八蛋这样老师来 一起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的各种有趣的话题 好吧 吃学色 不光学外语 我们什么都学 Anything you like Anything you like Anything you like 爸爸摸摸哒 字典9月10号发货 9月10号发货 明天发货 好吧 OK OK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A fuck out 嘿嘿嘿 Later 啊 希望大家今晚有所收获 好不好 对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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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